中广早报新闻 提醒您时间是7点22分 欢迎收听中广早报新闻 我是谢燕荣 今天是中华民国107年期 9月28号 农历8月19 今天星期五 928是教师节 也住在收音机旁边 或者是透过我们直播 收看收听 透过app收听所有的老师 天下的老师教师节 快乐 早报新闻一开始 还是要提醒大家 中网新闻的早报读报服务 从现在开始 我们在中网新闻的脸书粉丝页 中网主播谢燕荣的脸书粉丝页 以及在中网新闻的YouTube频道上 我们有提供直播的影音画面服务 如果好奇早报新闻是怎么运作的话 可以上直播去看一看 同时在收听直播服务之前 也要请大家帮帮忙 随手按下分享 不管是分享我们在YouTube上的 影音画面或者是脸书上的画面 都非常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随手帮帮忙 早报新闻一开始 赵丽我们先来关心各报在头版的新闻聚焦 今天头版头条部分中美关系 好像从贸易大战现在慢慢变口水战了 扩大到口水战 今天联合报的头版头条 加上内页的二版 以及自由时报的头版二题 旺报一二三版 做了三个版面的报道 最主要原因是昨天川普在联合国上 他公开表示说 他跟习近平好像已经不是朋友了 指责习近平大买广告要影响美国的其中选举 这部分今天各报不管是头版 题版或者是国际新闻版面 都看得到这一则焦点 另外在财经报纸部分呢 今天两大财经报纸 工商时报以及经济日报 头版头条都聚焦在我国央行 面对现在联主会升息之后的一些反应 还有我们的政策 我们的利率政策有什么样的调整 工商时报是提醒说 小心升息会有它的风险 特别是防贷户 因为总是利息是会调升的 低率不可能一直维持下去 如果一旦来得很快速的话 宽限起买 会不会有一些受信方面的风险问题 工商时报今天在头版提醒大家 而小哥费玉清 昨天无预警的用亲笔信的方式 告诉大家他要封麦了 今天苹果日报放在头版整个版面 同时有他的一些亲笔信的内容 转拍拍摄放在头版 其他各报大部分都是在隐居版面 来回顾一下过去费玉清 他的一些事迹 还有他过去在歌坛上的成就 还有他的朋友们 以及艺人们做什么样的反应 关于费玉清马上要封麦的消息 相信在歌迷之间也有很大的话题 今天各报至少都做了 两个版面以上的相关报道 继续回头来听听看 在早报头版头条部分 相关详细的新闻内容 联合报今天的头版大标 川普指控习近平或者是大陆干预选举 贸易战引发的关系紧张扩大 不过大陆方面则是反驳说 我们不会干涉任何国家的内政 这是联合报今天的头版头 还把过去川普跟习近平的照片 做了头版的大照片 做了一个凸显现在的关系生变 联合报在头版提到 美中贸易战引发双边紧张层面扩大 川普在联合国的安全理事会上说 中国大陆企图要干预 美国11月的其中选举 因为他是第一位 在贸易上挑战中方的美国总统 所以中方不希望他赢 而大陆国务委员兼外交部长 王毅则是回应说 中国历来坚持不干涉内政原则 这是中国的外交传统 也得到国际社会的赞誉 这是双方的一些攻防 今天联合报在头版做了报道 而除了美中关系之外 川普跟习近平的个人关系 也有一些些声变 今天联合报在头版 引用了川普的说法 他说我非常喜欢习主席 我认为他是我的朋友 不过他可能不再是我的朋友了 但是随后他自己反反复复 又说我想我们可能有非常好的关系 为什么会让川普这么生气 甚至在联合国这么公开的场合 来挑衅习近平呢 最主要原因是 大陆的官方媒体 中国日报在爱荷华州 最大的报纸 狄蒙英记事报当中大买广告 用一个新闻报道的方式呈现的广告 同时呢 也附上这个广告的内容 指的是他大骂川普很笨 愚蠢形势 因为贸易纷争 让大陆进口商转向向南美去买黄豆 害惨了这一个州的黄豆农夫 这个是川普的大痛处 为什么呢 因为这个地方正好是川普的大票仓 所以今天联合报在二版提到 大陆看的这个广告 正好打到川普的痛处 所以川普非常非常的生气 他批评中方这么做呢 如果该州的票没有办法投给他 这就是所谓干预美国的其中选举 另外10天前 还跟大家说他跟习近平是好朋友的 现在川普似乎已经态度有一点点的改变了 今天联合报在二版提到 川普跟习近平的蜜月期 可能已经正式结束 两国的关系 进入所谓的冰冻阶段 这是联合报今天在二版的分析 认为中美之间的贸易大战 似乎有扩大战场的迹象 梦报在头版头条也是来关心这个话题 中美交锋紧张加剧 大陆痛斥川普干预选举说 美军逼52飞越南海 当然旺报是从中国方面的角度来切 大标题给了王毅 在内夜二版说 王毅反驳川普在联合国安理会回应 说中国不会接受任何无端的指责 大陆方面不会干预其他国家的内政 不过另外一个值得大家注意的是 旺报今天在内夜的三版提到 台湾也插手中美贸易大战了吗 说我们现在要向美国增买大豆 签15.6亿美元的异象书 比本来承诺的采购金额多了三成左右 在大陆方面暂停跟美国买黄豆 这时候我们台湾跳出来 根据美国媒体报导说 有一个来自台湾的农业访问团 26号在华盛顿跟美国大豆协会 签了一笔异象书 要向美国买15.6亿美元的大豆 今天在旺报除了有点到这个部分之外 也提出警告 说台湾牌如果逾越红线的话 可能会影响到台海的现状 而卷入中美贸易大战 对台湾来说是相当不利的 这是旺报今天在内夜的配合报导 我们台湾似乎在这则新闻当中 也占有一脚了 今天旺报的相关消息 自由时报三版的板头则说 不甩中国美日英同时挺进南海 牵制中国的海权扩张 而中国反抗美国挑衅 鹰发刷存在感 这是针对目前整个情势的部分 好像美日英不太管中国方面的反应 说同时挺进南海 这是自由时报今天的报道角度 好再来听到中国时报的头版头条 中国时报今天的头版头条 报导说两岸条例正式修正行政院拍板 违法的录资最高可罚2500万元 这是行政院通过两岸人民关系条例的修正案 陆委会副主委李立真说 等立法院完成修法之后 如果接下来录资不是经过许可到台湾来投资的话 我们要重罚最多可以罚2500万元 这一则新闻除了中国时报关心 自由时报也放在了二版的板头 大标题来加以报道 自由时报今天的二版大标也告诉大家 中资违法到台湾来 最高可以罚2500万 如果规避检查 就是我如果想要审查 你不让我查的话 我们也可以罚250万 不过立委高志鹏对这项修法 有一些疑虑 说公司法并没有规定 要强制揭露实职的受益人 很难完全杜绝中资到台湾来 直言两岸条例的修法 提高对中资违法来台的罚则 好像没有太大的用处 好像宣示的意义大于实质的成效 这是自由时报引述律营立委的说法 不过中国时报今天在头版跟三版 点到另外一个问题就是 中国时报三版大标 假外资查契很不简单 困难度相当高 九年来你知道吗 我们只查了三十件 所以陆资违法到台湾来 重罚可能没有办法防堵这样的状况 今天中国时报内文当中 三版版头提到的是说 如果这些中资它绕过第三地 然后再到台湾来投资 你没有办法去勾勒它的足迹 所以你怎么知道它是中资呢 过去就是因为这样的状况 很难查出来 认为这一次你开了这么重的罚 对外喊这么大声说 要罚2500万元 其实实质上你根本查不到 化整为零 多重管道是根本查不出来的 中时的头版才提到商总的说法 包括工总跟商总都直言说 陆资违法到台湾来 政府要罚 站在工商团体的立场 没有任何意见 不过罚则必须要符合比例原则 与其你防堵陆资到台湾来 怎么样让台湾跟台厂愿意留在台湾 解决武权问题 工总跟商总都说 这才是政府现在应该做的事 赶快来解决我们工商业界 面临的武权问题 比你重罚这些违法录资 还要来得迫切 这是中国时报 今天在筹办的提到 而且赖正义另外点到 世界各国外资都开大门 都欢迎大家来投资 为什么 唯独对中国大陆的投资 我们必须要去挡他 而且要罚款呢 觉得这样的做法 好像有一点点 跟整个世界的潮流是相悖的 这是中国时报 引述工总方面的说法 另外在记者 王玉树的特稿则说 政府应该要弄清楚 现在要查全球资金的国籍 则会越来越困难 而不是越来越容易 所以呢 你与其你花这么多的力气去查 何不我们把整个审查公开透明 让陆资不要走违法的管道 而是正正当当到台湾来投资 我们来加以监督 恐怕才是长久之道 这是今天在中国时报三版 提出来的一个呼吁 自由时报头版头条 听到的是脸书要投资台湾的销点 自由时报头版大标 加码投资合作横跨九大领域 脸书要帮助台湾 培育五万名人才 这则新闻呢 除了自由时报放在头版头条之外 在苹果日报部分 二版也做到版头大标 说扩大投资台湾 帮助中小企业海外发光 脸书发下豪雨说 我们来帮忙 帮台湾培训五万多个人才 这个场合是国际科技大厂脸书 在台湾举行 Made by Taiwan活动 脸书的全球副总裁 及亚太区的总裁 唐立阳跟总统蔡英文同台的时候 他宣布说 我们要拼经济 拼科技 拼人才 2020年前会帮助1500家台湾产业领袖 还有矽谷的企业进行交流活动 帮助15000家中小企业拓展海外的业务 同时培训五万名台湾的数位人才 这是最新的合作案 脸书台湾跟香港的总经理余一会说 决定资料中心的据点很复杂 所以本来说要在台湾 后来落脚在新加坡 不过没有关系 就算我们的资料中心没有放在台湾 但是接下来会跟台湾有很多很多的合作 会在台湾投入相当多的资源 这是脸书方面的说法 自由时报跟苹果日报 今天都放在头版大标题的关心 相当大篇幅 再来两大贼心报纸 经济日报头版头 用并成的方式 一个是联准会宣布升息 同时左右半版面并成的是 我们央行的一个说法 都分别来听听看 经济日报今天的头版标题 联准会转为鹰派 明年升息三次 而央行呢 我国央行则是偏歌派 不过提醒说 经济跟物价 我们现在双降 我们同时把两个指标都降下来 在联准会部分 不甩川普调升利率 一马决策声明 还把宽松的语句给删掉 所以完全不在意 川普总统对升息表示的不满 还有现在在国际情势部分 由美中贸易带来的一些动荡 跟不确定性 联准会好像觉得没关系 目前看起来 美国的经济是稳健成长的 而台湾央行 昨天则是召开领监式会议 决定贴放利率 维持联九栋 我们的总裁杨金龙说 第四季的货币政策 维持适度宽松 跟上一季相比 会稍微紧一点点 因为台币贬值幅度 比其他主要货币少 从汇率的观点来看 会比上季稍微减一点点 明年的经济成长率 百分之二点四八 比今年的估计值 百分之二点七稍降 物价指数呢 比年增率 今年估计是百分之一点五 明年是百分之一点零五 这是经济日报 今天做的报道 用两个角度来看 另外工商时报 则直接提醒说 央行警告 要小心升息的风险了 特别是很多的房贷户 宽限期即将借买 会更关注不动产的 受信风险控管 昨天杨金龙特别提醒大家 利率不会永远不动 欧洲日本央行 也都提出相同的提醒 所以如果房贷宽限期 马上要借满的房贷户 要提醒大家注意 负担会增加的问题 这是今天在工商时报 头版提出来的一个呼吁 还有大家的警告 那一方面经济日报的三版话题 引用杨金龙的说法 告诉大家全球经济 现在要关注四大风险 包括美国贸易政策的不确定性 新兴市场情势恶化 还有大陆的经济下行 以及地缘政治的疑虑 这几个部分都可能会牵动到 全球的经济发展 另外在苹果日报的财经版 针对联准会升息 说现在川普很不高兴 川普不爽 美元撞墙 台币则飙升到 两个月来的高点 所以很多人说中美贸易大战 最后会变成汇率大战 不过在我们央行部分 目前还是持续在监控当中 这是在苹果日报 头版提到台币汇率的一个反应 做了版头的位置打标 两大财经报纸 在头版的编栏重点部分 提醒大家 外资买超129亿元 今年第三大量 这是针对台北股市的部分 不过台北股市 虽然说昨天外资买超 看起来好像情势不错 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 今天工商时报 在内业的三版提到 还有一些必须要注意的 这个变数 就是中美贸易大战 但是相对来说 台北股市有我们自己的好处 我们自己的优势 还有利多 包括了美元走弱 签动外资的资金汇入 还有外资启动 回补跌升的电子股 同时继续把钱放在一些 传产股啦 或者是速化股 油价创新高 台速化股价也创新高 以及马上要进入中美贸易的空窗期 台湾跟美国都要选举 一般来说 在选举的时候 股市应该不会跌太多 至少 虽然说会希望有选举行情 把它做上来 就算情势再不好 一般认为只要有选举 都不会遭到哪里去 所以今天工商时报 把它整理了一下 说这是目前台北股市的利多因素 另外工商在边来重点提到 台股侠斯大利多 上工一万一千两百七十点 还有富邦的 A25租金挑战史上的新高价 川普放话 要对加国课征汽车关税 以及工信部表示 两岸要共谋5G 以及AI的新商机 这是工商时报的边来提要 还有苹果日报 今天头版给了整个版面 满满的费玉清 来看看费玉清 明年要疯麦了 费玉清昨天发了亲笔信 她今年已经63岁了 她宣布明年2月开始 要在台北的小巨蛋高雄巨蛋 举办5场费玉清2019个人演唱会 等完成所有的签约工作之后 2020年就要正式退出演艺圈 这是费玉清留下来的震撼带 因为她虽然过去 并不是一个多产的歌手 但是大概每年都固定举办演唱会 有很多老歌迷都亲自去参加她的演唱会 而近几年费玉清的生活中心 还有她的演艺中心 部分是放在中国大陆 所以对国内的年轻歌迷来说 可能对她的印象 就是跟周杰伦的合唱会比较多 但是对老一辈的歌迷 可能就会觉得非常非常的舍不得了 今天苹果日报在头版有提到 这个费玉清有表示说 她为什么会突然丢出了退休的震撼带 因为过去她爸爸妈妈离婚 然后她每次办演唱会都会请妈妈到现场 所以她一边唱歌就会看看台下的母亲 觉得非常的宽慰 但是没有想到妈妈过世之后 她再到一样的舞台上就觉得 这个景物已经依旧 但是人是全非 觉得自己在绚丽的舞台上感到非常的孤独 所以她决定说 好那我要告别这一切 我要正式隐退了 今天在各报都有把她的原因做了详细的报道 至于在影剧版面部分 其他艺人的一个回应 今天联合报说 江慧先前也宣布要隐退的江慧 表示李姐也祝福 而飞哥他的哥哥张飞说 再不退的话腿都长在舞台上了 不过其他角度大部分都还是说 其实费玉清很有钱 他在台北的东区有相当多的店面是收租金的 所以光是收租金 他中校东路一到七段通通有房子 超级包租工 身价超过20亿元 所以接下来退休生活应该是没有问题的 而于天开新节目 昨天针对记者问她说 费玉清要退休了 你有什么样的看法呢 她的回应是说费玉清应该也赚够了 所以退休也OK 这是在艺人方面的反应 影剧版面普遍都看得到 好除了这些头版头条的焦点之外呢 继续我们回头来听听看各报在内页 以及在头版的其他位置 还有哪些新闻话题 先听到联合报头版二题 民法新增议定监护 行政院拍板 自己的监护人自己选 可以减少家属之间的照护 还有财产管理的争议 什么叫做议定监护 告诉大家 现在我们的监护人 大部分都是说 如果你失智 或者是你失去行为能力的话 我们从法令上 可以帮你指定一些监护人 来处理你后续 包括你的医疗 以及你的财产之类的事宜 而这个法定成年监护制度 主要是针对成年人 有精神障碍失智症 或其他缺陷 你没有办法自主表达意思的时候 我们法院会依职权选定你的配偶 你的四等亲内的亲属 来担任监护人 不过现在你说真正的亲人 不见得这么亲 很多人甚至关系很不好 所以这一次的修法 他朝向说 如果你在意识清楚的时候 我们可以先来指定 你愿意让他当你监护人的人选 来当你的一定监护人 比如说 在人选的关系部分 没有任何的限制 同性的伴侣也可以 你的好朋友也可以 你觉得这个人 是我可以依赖的人 你就可以选定他 来帮你决定 当你没有办法自主决定 某些事情的时候 他来当你的监护人 这样一个修法方向 今天联合报在头版二题 做了大篇幅的报道 内页的三版也配合告诉大家 什么叫做议定监护 议定监护 子女如果不能够陪伴到最后 亲属陷入分产纠纷 或者是你突然遭到车祸 意外 一个突如其来的变故的时候 就会派上用场了 这个时候其实是有点仿效 过去在德国美国日本 这些进步国家的做法 他们大部分都是采用这个制度的 而且这一次呢 议定监护跟法定监护不太一样 它不限人数 你可以指定两个三个 通通都可以 不一定只有一个人 同时如果我们今天吵架了 关系不好了 这个议定监护可以随时撤回 这是联合报 今天在头版二题 内页三版告诉大家 最新的一个法令变化 其实感觉还蛮人性的 大家可以参考一下 好继续来听到的是 今天自由时报 头版下半版面的新闻焦点 自由时报今天的头版二题 热血老师为了训练学生 新婚差点离婚 这是最年轻的师多奖得主 今年最年轻的师多奖得主 年纪只有32岁 台北木炸高宫老师 他叫杨红毅 为了引领学生学好技能 一天花18个小时 在学校结婚一年多 上班族他的太太 提过四次离婚 因为觉得他每天 把大部分时间待在学校 那家里生活怎么办呢 但是这个老师 最年轻的师多奖得主 他得到了我们政府的肯定 今天他的故事 自由时报放在头版二题 自由的头版照片 包括最美丽的队伍 马公亮相 这是世界最美丽海滩组织年会 嘉年华的开幕晚会 参加全球慈善旅游皇后总选拔大赛 48国的嘉丽 穿着比基尼的画面 在马公的第一渔港 雅果游艇港拍摄 因为今年决赛取消了比基尼项目 所以只有这一场的摄影大赛 大家可以穿比基尼 非常多的嘉丽 大家纷纷把自己最有自信的一面展现出来 今年自由时报 放在头版上半版面的图文报道 下半版面则是高雄的幸福巴士 一生一定要搭一次 被誉为一生必搭一次的 离山幸福巴士风源客运 6506公车 同财中的风源出发 会走普里和欢山 武岭松雪楼 抵达离山宾馆 沿途多了四个美丽的站牌 同时会飙高 你的海拔高度 所以希望游客呢 如果喜欢打卡拍照的话 这个所谓一生一定要做一次的幸福巴士 提供给大家参考 今年自由时报的头版照片 另外中国时报头版下半版面 也是跟听众朋友 这个健康有关的话题 睡前如果喜欢滑手机的话 要小心哦 如果滑手机八分钟 可能会让你晚睡一个小时 因为长坡的蓝光 会有相当恐怖的效应 让你全身的交感神经系统活化 造成心跳加快 血压升高 或者一直冒汗 结果越滑精神越好 恐怕就难以入睡了 所以如果你有睡眠问题 或者是睡得不好的话 想一想 是不是喜欢在晚上用手机 或者是睡前用手机 先把这个习惯改掉 可能会有一些比较好的效果 不过今天苹果日报相同的新闻 在内夜则说 台大正式蓝光会让人亢奋 手机越晚滑 你可能会睡得越晚 但是相对来说 如果你白天精神不好的话 滑一滑手机 可能对于你提振精神会有帮助 这是苹果日报 今天从另外一个角度 切入来看台大的这份报告 现在时间7点46分 提醒大家上班上课 要留意时间 我们休息一下广告之后回来 继续来听内夜的新闻焦点 早上一杯 早安 今天亮亮主播休假 所以大家自己找位置坐 自己照顾自己 今天是教师节 祝老师们教师节快乐 我刚才有一个要播的丢下去 不见了 不见了 怎么办 不管了 真的找不到 我的脚没有用 祝教师节 大家教师节快乐 记得我的老师对我帮助很大 因为如果有看我脸书粉丝团 会知道 我在小学三年级前 在学校都是不说法 大家觉得我不会说法 是哑巴 后来因为三年级 遇到一个非常好的老师 他每天 帮我下课以后带回家 然后呢 陪我聊天 然后后来在 我妈妈要就是晚上 或者是要吃晚饭 才帮我又送回家 所以从此 我就这个你知道 讲话就不停了 所以老师真的很重要 这是我的恩师 在小学三年级的时候 就他教师节快乐 文婧杰老师 好 飞玉金要隐退了 我想两年前 我有帮我的这个妈妈 去抢江汇的门票 两年妈不知道 反正是在中广新闻 还在九楼的时候 我们整个新务部动员 在抢江汇的票 很夸张 都是帮妈妈抢 所以这一次可能 飞玉金又要再抢了 反正大家一起来抢吧 有没有要来 中国广播公司 7点48分 欢迎回到中网早报新闻 我是谢叶柔 那一新闻呢 今天先来听听看 今天包括联合报 包括中国时报 今天的社论 都提到教师节 而且两报有志一同 中国时报说教师节 不要忘了 跟老师说一声谢谢 但是呢 两报社论都提到 今年的教师节 对老师来说 应该是蛮煎熬的 因为才刚刚经过一场 这个惊心动魄的年金改革 他们的生活 可能受到影响 在这个时候来过教师节 好像跟他说再多的快乐 听起来都别有感受 所以呢 在中国时报啦 以及联合报提醒 我们的政府当局 应该要更有温度 来面对教师节 因为把老师们 弄得教师节不快乐的 就是蔡政府了 特别是之前 我们的教育部长 叶俊荣在表扬老师 大会的致辞上 完全没有温度 而是提醒老师 要注重身体健康 要去运动 还分享 我就是因为常常游泳啊 所以呢 我现在状况非常好 呃 在年金改革的当下 你在意的是 提醒老师去运动 所以今天 呃 中国时报批评说 你只管我要不要多运动 还要靠这个 去体会人生的道理 我的年金被你砍了 待遇被你降了 工作被你加了 大家真的是哭笑不得 这是今天忠实 以及联合的社论 提醒大家 要真的要来尊重 我们的老师 从各个面向 都必须要来一并的考量 联合报的话题版面 蔡总统谈教育改革 三年增加2500个老师 要来帮助行政减量 而第一线的老师 有话要说 说行政减量 我们可能感受不到 应该长远的 来想一想 师资培育的问题 唯有行政职务 走向专人化 不要再让老师来接了 这才能彻底的解决问题 中国时报之外 自由时报 今天的生活版 则是有一个老师的故事 76岁的退休老师 化身原意 爷爷陈中正教了31年的国中英文 退休之后变得更忙碌 因为他把自己的常才 包括原意 包括气功都退而不休 再来做延长的教育工作 他的故事自由时报 放在生活版面 跟大家分享 但是同时来听到中兴大学 他们竟然在征灵源教师 新大受益系先前公告 要征求三名临床 受益系的老师 不知心不占缺 叫做兼任义务授课老师 而且申请者的条件开得很高 你必须要有硕士学历 曾经担任过教学研究 或临床工作 两年以上的严格条件 大家就说了 条件开这么高 最后导向是不知心 我不付你薪水 这根本是做功德佛系老师 所以引起了好多好多的批评 后来自由时报 就把这个真人启示给拿掉 而且特别强调说 我虽然没有办法 因为时数不够 没有办法给你薪水 但是会给终点费 希望能够平息这个争议 这是今年自由时报 另外一个个案报道 台大校长的僵局 中国时报 今天在教育新闻版面 引述公研院前主任杜子诚的话 他在脸书上发文说 好这个台大案到现在 还是僵持不下 他建议管中米放弃 说你不要再当台大校长 同时叶俊荣你就请辞下台 两边大家各有交代 赶快让林选重新开始 把这个事件画下句点 这是杜子诚的一个建议 中国时报放在版头的标题 中国时报的社会综合版 杨明山花中广场的蒋介石同项 先前被独派台湾建国工程队的成员 蒋志刚斩首破坏 而这一次设林递检署 在起诉之后 在法院已经正式的审判 但是法院一审说 这个蒋公同项 并没有被公园处列为是财产登记 所以尽管被斩首 因为没有列入财产登记 所以公诉不受理 是无罪的 全案还可以再上诉 要看检方要不要提上诉 网友说如果没登记 就可以毁损的话 那以后所有没有登记的东西 大家通通都去破坏就好了 这是中国时报 今天另外一个司法焦点 公投榜大选到底要不要脱钩呢 今天联合报自由时报 都做到药文版版头 联合报的焦点说 地方政府的反应是 公投如果并选举的话 选务人员很难招募 但是学者认为 合并投票势在必行 因为这是我们法令上的规定 中选会朝同一天举行来规划 要加发工作费 同时如果补价的话 要补两天的价 这是联合报 而中国自由时报则说 公投大选脱钩吗 学者说没办法 这个法还特别标注出来 就是与法无拒 所以依法必须要跟公投来合并举行 公投榜大选 否则会付出更大的政治 以及社会成本 另外高雄市议员参选人陈志忠 他在招待所的风波 昨天让金门县的环保局长 蔡奇庸已经闪辞获准了 不过今天在中国时报方面批评说 闪辞获准应该是要断尾求生吧 要跟这个绿营方面做一个切割 今天自由时报也有这一则新闻话题 联合报今年生活新闻的板头大标 麦当劳的招牌产品 不会再用人工添加物 包括大麦克四盎司的牛肉饱 快乐儿童餐等等 都要向人工防腐剂 香料色素缩拜拜 另外烟黄瓜零添加 是一个相当大的挑战 这是在麦当劳部分 喜欢吃麦当劳的听众朋友 要把握您的健康 现在麦当劳要来帮大家守护 说接下来不会再用人工的添加品 自由时报生活焦点15版 中研院证实过度节食 对于减重是没有帮助的 因为会降低身体耗能的效率 所以减重效果不张 研究五年证实减肥 必须要长期抗战 重点还是两个 要运动少吃多运动 你如果过度节食 通通不吃的话 其实最后你的身体消耗代谢变得慢 其实对减重来说帮助并不大 这是今天自由时报 又做到生活版头提醒大家 另外来听到唐凤的弟弟 强吻社区女童四分钟四次 他坚称他没有恶意 是小朋友太可爱了 但是家属提出告诉 在网路上有相当多这个影片 大家可以去找来看一看 看看说唐凤说的 他说他没有恶意 您觉得是不是这样 今天苹果日报放在社会版的版头大标 告诉大家这一则司法的焦点 以上是早报的新闻 谢谢大家收听中广的早报新闻 我们下周见拜拜 哥哥你在推什么呀 我在听新闻啊 新闻我又推不懂 听听懂新闻 就可以听懂新闻啦 听懂新闻 大家好 我是中广主播谢叶荣 我们常在新闻当中 听到联准会升息或者是降息 对金融市场影响很大 到底什么是联准会呢 美国联邦准备系统 一般会翻成联准会 或是联邦准备理事会 简单来说 联准会是美国的中央银行 理事会是决定央行 对金融市场影响很大